你叫呗 帮我干嘛 妈 妈 帮我把那个拉一下 快啊 我 快啊 什么东西啊 把他铺一下 我忘记了 OK吗 OK Hi Hello 之前不是这样吗 之前不是 为什么晚上我又穿到一个黑色 然后我现在脸又开始曝光了 我又开始聚 聚白了 谢谢小杨的六个秋天的奶茶 做女人精彩不停 对啊 做女人精彩不停 穿吊带直播 穿不了那吊带直播 穿那个吊带直播 我可能就会被 就直接被封禁 那个衣服是不是有点大太大了 那个衣服后面就是让小鱼把我拉了很久 我跟拉 我跟那个小鱼说拉紧点漂亮 就是 但已经拉到最紧了 但它还是很大 不会 真的吗 Hello 晚上好 这么错吗 我还没 我不敢看 Hi 你怎么蹲在这 我不敢看 直播内卷 那太卷了 我从来不干着内卷的事情 元宝在睡觉了吧 没有 我在我的桌子边上给元宝放了一个盒子 他现在天天趴在里面 今晚就是我跟你说了吗 跟大家说了吗 不是可爱舞台 表情管理是吧 就是还是有一点笑场 太紧张了 我还跳错了呢 今天 谢谢 对啊 这个姻缘多好呀 这个姻缘 他这种舞台给他来100个 啊 没想到你是LSP 兄弟的闭关 Hi 晚上好 好 以后会加油的 有看到手在抖 我太抖了 我今天就一直都在抖 我在上场前我就快吐了 谢谢蓝羊王的玫瑰花 大家一定对最后的结局非常的喜欢吧 我也非常喜欢最后的结局 王燕熙的生日礼物 反正还有九天嘛 不着急 谢谢乃妮的三个玫瑰花 昨天睡了多久 昨天睡的比较久 昨天睡了有四五六七个小时 最后的结局太喜欢了 我本来是这样子想的 我本来呢 是说只要有一个瓜就好了 谢谢WSTE的秋天的奶茶 我居然也挖墙掉了 哇 谢谢 就是 我本来是只想要一个瓜的 我一开始只跟小鱼说了 因为 我想的是只有一开始 找住眼小鱼一下 然后后面就 本来是没有安排任何剧情的 但是后来呢 我就觉得不行 太空了这个舞台 那怎么办呢 就再找一个瓜 再找一个瓜 再找一个瓜 变成两个瓜呢 一柳和小鱼的身高比较符合 所以找一柳 找完一柳之后 我觉得不对啊 他们俩跟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就前面都排的挺好的 就是他们俩都是爱慕我这样子啊 剧情里面 结果到后面ending的时候 我说没办法 就是不知道怎么ending了 这个怎么办呀 他们俩我到底应该跟谁一起呢 选一个 这可不是我能做出来的事情 我要不就是都要 成年人对吧 不做选择 我就是两个都要 嗨晚上好 然后在排最后pose的时候呢 本来想的是 我勾着一柳的脚 挑着小鱼的下巴 然后让他们俩按车车的 前面手牵手 最后那个定格定在手牵手上 然后小鱼说 哎可是呢 这样最后就会很怪耶 对吧 就很怪 就看不出来 就是有一点那个贝奥吧 然后呢 我说那怎么办 然后就想着 那就在后面前面那里 就直接加加进加他们的剧情 就是他们俩 我走到沙发那里的时候呢 他们俩就是虽然看着 这个东西是五波罕拍的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两个瓜 看对眼这个东西要怎么表现 谢谢老好人的巧克力 谢谢老好人的玫瑰花 因为我不太看那些东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两个瓜怎么表现 谢谢他们的二十个荧光棒 谢谢老好人的玫瑰花 所以他们牵手 他们拉的领带 他们都贴贴了 确实想法是我的就是 让他们俩弄别 谢谢老好人的玫瑰花 谢谢鸡腿的荧光棒 谢谢OK的魔法棒 谢谢你的魔法棒 那既然你都送我一个魔法棒 希望今天我这个酒吧里面 随便无论哪个人哪个 你要看上我们酒吧服务员 你就把他带走 谢谢真的吗 我还没有我还不敢看 因为我怕 因为有地方跳错了 你要带元宝带走 也不是不行 我看到了8848 元宝比他妈妈火 谢谢韩宝爱我的夜碟 谢谢你的夜碟 谢谢你 要不你也从我店里面找一个走吧 还有什么想要的吗 好真的吗 等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我再去看 你也想要元宝 那你们来打一下吧 谁厉害就跟谁走 今天很厉害真的吗 这是我 就虽然说不锈钢好像也是这种类型的 但是好像是两个类型的 就一个是对吧 就是就是两个东西 我觉得不算是差不多 谢谢颜瑞的66个荧光棒 谢谢颜瑞 送一个能大那不行的 我是这家店的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我要是走了的话 那这家店怎么办呢 交给我的两个服务员吗 这和不锈钢不一样是吧 我也觉得这和不锈钢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 所以就放在今天 我刚说到哪来着 啊说到昨天 就是昨天晚上 半夜两点多 我们三个在那边的时候 然后我打电话给吴伯涵 谢谢小脾气的秋天的奶茶 谢谢WASTE的荧光棒 谢谢你 我打电话给吴伯涵 我说你知道 两个瓜看对眼这东西要怎么表现吗 然后他就过来 就就告诉我们怎么演 就是说呢 就是说虽然在摸你 但是镜头一切 他们俩对吧 拉了一下领带 然后他们俩贴在一起了 我说真不错 我昨天看他们 两个拉领带的时候 我就很快乐 我真的很快乐 然后后面就是 一直到后面 本来都是没有想到 要把我推开 但是我觉得我们三个在那里 无论怎么摆都很奇怪 所以我就说 那要不就 好人做到底 对吧 送佛送到西 就直接把我推开 然后就是说 我以为他们俩暗恋我 但其实他们俩互相看对眼 谢谢头二的波兰小弟的荧光棒 对三个人的友谊 总有一个是多余的 我现在就是 对吧 我非常手拍的 是吧我退出 我店里的两个牛 不是我店里的两个 我店里的两个送酒服务员 他们两个看对眼了 我店里的两个送酒服务员 看对眼了 是不是 就是 不要玩筷子好吗 圆把 我也看不少 不是啊 我是看那个 这个词我是哪里学会的 是我那时候 刚看终极任务 然后公演上新的时候 然后看 我吃了东西我吃了饭呢 我这正经店吗 我知道是正经店 我这店不正经吗 多正经啊 你看 他在后面 他上了8848 我是在大家的那个 转发at里面看到的 哇 哇 他居然 他都能成为别人的老公了 他这么厉害的吗 现在 这舞台练了多久 没多久 其实是那个 其实是哪天来着 二号 二号全部 注演结束之后 才正经开始拍这个东西 我的衣服很多元宝宝 因为是件黑色的衣服 就没有办法 正经店不来 我不正经啊 我这个服务员 服务员都能看对眼 这个算正经店吗 一看不正经啊 这就 全店最正经的 就只有老板娘了 他在后面干嘛 他在 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在玩小鱼的化妆刷 过来 谢谢默默应援的小荧光 小不小荧光 不好意思 谢谢默默应援的小阳光的秋天的奶茶 气场 可能我没什么气场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气场 我觉得这整个舞台的重点 就是小鱼和一流 谢谢鸡腿的荧光棒 老板娘哪里不正经啊 老板娘很正经啊 老板娘从头到尾都是正经老板娘 该做的事情 每一个酒吧都是这样的老板娘 我这不是 我真的有吗 原来我是一个 原来我不是个甜妹啊 原来我一直以为我是个甜妹呢 不辛苦 有这舞台很快乐 谢谢小龟喜欢到处浪的秋天的奶茶 真的很不错真的吗 我不敢看我害怕 就像前面给大家所有人住眼完之后呢 我都会第一时间打开舞台然后看 但是就是自己的住眼完之后吧 我就是不敢看 害怕 是甜妹 是甜妹 真的吗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走甜妹的 但是我觉得solo嘛 这个东西就是对吧 甜了这么久了就换一个风格 镜头 可能因为 它那个红灯亮的比较好吧 我的掉戏吗 前天前天那是住眼的别人 住眼的染子哥的和我看我自己不一样 染子哥的内容 我就不光是欣赏我自己了 但是我自己这个的话 嗨晚上好 今天真的吗 我还怕红色衣服撑不起来 老板娘手下搞BL 我就还没发现我不正经 对啊 可能是因为我太自恋了 我觉得我的我周边的每一个男性 不是周边的每一个瓜 他们都应该喜欢我 但是没想到他们 互相喜欢 真的有这么紧张吗 很紧张 其实 这算是自己弄的 第2到3个 第3个吗 第4个吧 第4个自己 从头到尾 一个人想的舞台 第1个是那个 任性有留心 第2个是爱恨得累 这个都没有什么 第3个是巧克力指纹 对咱们就是说 这个在我心里狠狠的打上了一拳 然后呢就是就是就是这个 哈喽呀 哈喽哈喽 就是 但这歌我是真的很喜欢 而且 我把每一个前辈跳 三文二我都看了一遍 这是吊戏偶像主播间 不是这是一个那个 这不是吊戏偶像 如果是个吊戏偶像主播间 我就把这个外套给它拖了 哈喽 这种剧情 我觉得这剧情非常好 我从头到尾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币儿的剧情 没有看到这剧情什么 真的吗 大家没有看懂这个币儿的剧情吗 脑子掉了才不是呢 不它其实是就是说两个 它会先抱上去 就是怕一轮有一样的舞蹈 所以说姐姐们会那个的 能在元宝上公演吗 如果他不应激 如果他不乱跑 如果他很乖可以在台上的话 当然可以 一进来就是 是吧 最后那一下把我推出去是吧 最后被推跑了 对啊 因为这是一个BL 我本来以为他们俩 哎呀一定都是暗恋我吧 结果 结果其实他们俩互相看对眼 他们俩他们俩的那个故事 我一开始以为 哎呀都喜欢我真不错 其实他们就是那个 带他和你合影 我帮你们拍 可以啊 我只好是运营嘛 stuff愿意帮忙这个事情 掉戏只能靠衣服吗 那不然呢 你看我现在这个 你看换件衣服就不掉了吧 跳到大百吹 他不是已经舞蹈和猪博健跳过了 你也想合影 根本我退团好了了 要不 要不我还是退团吧 好吗 让元宝 让元宝来加入我们那个 SN48 Team Max 好吧 行吧 元宝成功上位 我走他留 怎么样 我走吧 要不还是把我赶走吧 没有呀我开玩笑的 让元宝去学我的站位 元宝学我的站位 那他肯定没有厉害 毕竟我半年学了11个还是12个站位 看完这个表演 B站给你推了一个直播卡 什么直播卡 我得先教会他跳舞 他 他 他会吧 哈晚上好呀 元宝的不锈钢 哇绝了 大家摸腿的动作 他只要把他的久久翘起来 然后舔他就好绝 这是什么猫舞台太漂亮了 林嘉宜靠脸进团的 这个是 这好像是那天有人想要报名 然后问我 他说你有没有什么 入团的经验 报名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然后就我确实是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他 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的 就是那个什么表演该选什么样的歌给他 哈晚上好猫成精了对 什么都没准备 就是像好像是那个命中注定就来了 靠脸那这说的有一点肤浅 公司很肤浅 哈晚上好呀 确实我是靠脸元宝靠的是实力 五年 那我们就看看这句话谁说的 到时候我五年就不活把拉出来 把拉出来打 真的好久不见呢 好惨 不惨不惨不惨哪里惨我不惨 轻鬼 对就是那个轻鬼晚了十分钟 然后就正好 一些玄学吧 就是一些征兆 就是告诉你 然后直接心里就是定下来 粉丝跳推的歌 等这一天等了快五年 那我倒是没有等这一天了 对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在补党那个轻你 不是看到瑞哥之后吗 然后我就搜他的公演 然后看到的第一个unit就是重申计划三五 然后我就选了这个 虽然他就是确实 somewear 我看了很多版本的纸牌 很多版本很多版本 其实我照着学的倒不是瑞哥的版本 我照着学的是中泰王子兴前辈的版本 太漂亮王子兴前辈也是一条红裙子 然后他也是一个人的solo 很漂亮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今天才发现 可能是衣服和拍摄角度显得长 不是确实 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我居然上得去 什么 什么 我当然上得去 我有1米62 1米62为什么上不去 今天看着有170了 因为那个鞋子有跟 跟 哥哥先南川兄弟们 没想到跳somewear 是吧 但那你们一开始会觉得我跳什么 跳一首很甜的歌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按照甜歌找的 但是找不到太多 我 有没有学到精髓 没有 真的跳不出 前辈那么漂亮 1米8 那我的身高 身高 1米82 然后呢 2厘米长的都是脖子上半身 嘴脸镜头挺多的 是耶 真的吗 我以为他会切全景多一些 在等飞机 哦 是要回来了吗 还是要飞去其他地方 放不开 太羞涩了 我今天穿上那个衣服之后 膝盖 膝盖挺好的 膝盖比那时候学晕的时候的膝盖要好很多 你一直觉得我是走somewear 这种比一流 才不是我真的有一流啊 太青涩了 因为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台上这样卖弄 应该是卖弄 不是 就是展现 我今天换完衣服之后 我坐在那边我非常的手足无措 我下楼的时候 我下楼的时候 我都想披一件衣服下去 我说我太害羞了 我觉得我就跟没有穿一样 有进步就好吧 因为又不是同一种类型了 因为那种你可能有一点收收的也行 就不需要太那个 然后这一个吧 你就是得放开 你要非常的自信 你要觉得全世界的男人 全世界你这个店里的员工的眼光都盯着你 全世界都喜欢你的那种感觉 你要装做那种非常性感非常陶醉的样子 确实挺难的 真的吗我有这样的气质 听起来吗 我周围的人太高了 对 我特地选了他们俩 就是因为他们俩站在那就像两个柱子 我每次看他们都是这么看的 所以那个 比一开始跳过也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比较那个 谢谢图图的夜碟 谢谢图图 谢谢图图的夜碟 谢谢你 你不会也是来要带走元宝的吧 那个安丁 那个安丁是我全场最喜欢的一个 一个动作了 hello啊 又是老板娘娘要预解一点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头发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我说 我说天哪 我有一种自己收租的感觉 一点都没有自己很很很预解很很拽的感觉 我有种自己去收租 把那个头是头绳弄掉 哎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眼穿什么样的 因为我还没有看回房 我好害怕 你不喜欢元宝 你居然不喜欢元宝 元宝元宝 不是元宝 元宝都上8848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拍的元宝都这么好看 我拍起来他就很丑 果然他不是360度无四角的美丽 他就是需要一些角度 安丁对啊被推出镜了 我喜欢的就是他们俩就站在那边 别人的剧情 你还评论我看到你的评论了 我有看那条微博 那怎么是我的问题呢 他如果没有问题 为什么别人拍好看 我拍不好看 结局变成局外人 其实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局外人 我没有外屁股啊 我这里运营只有他一个 就他一个小小 我拍照不 确实我拍照 我拍照确实一般 我身边瓜不少 真的吗 我身边确实 就是很多不同类型的瓜 就比如这种成熟的瓜 就会是小鱼 如果一些那什么校园的瓜 就可能是小五 一柳吧 今天是来冲树的 皇族不是 才不是呢 是因为我跟他相处的就非常的随性 不我不是看那个 我看贴吧什么的不 我不看 我不是看了8848 我是那个在转发 at里面是一柳的一个粉丝 在他转发的这条微博底下 at了我和一柳 然后就看到正好 at了又什么元宝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我是因为这个看到 他真的吗 我感觉小鱼站在那就很瓜了 我还知道那是一柳 我还知道他七选谁单队王 他八选谁单队王呢 对 染子哥也当过我的瓜 染子哥前天就是我的瓜 是啊小鱼舞蹈很厉害 我也可以瓜真的吗 我好像没怎么瓜过吧 我瓜一下就会有点油 又开始了 没有啊 我只是知道而已 为什么呢 我产生过当瓜的想法 当然有啊 因为小五项不就是腰 多方面发展 对我感觉我当瓜可能会有 是娘娘腔 什么娘娘腔啊 这样子的吗 这样子这样子娘娘腔吗 好 救命 我怎么这么熟练 我 我哪里熟练 哪里像公 我知道了 为什么 我想吃这个 为什么这样了呢 因为它是咖啡味的 我知道我们昨天吃了一个 可能是因为我 经常看的是 后工具 所以我学的这会 从东厂出去 怎么的东厂的瓜 就不是瓜了 就只是不是纯瓜而已吗 可能是 算了不说这个 说这个很奇怪 大家说我半夜开车怎么办 怎么办 它可能不是东瓜吧 东厂的瓜应该不是吧 东厂不都是那个公公啊什么的吗 你什么时候正经 我当然正经了 东厂的瓜 你想 东厂的还能叫做瓜吗 东厂的人叫做 算了 我不说了 你们自己想吧 就是跟瓜很像的一个字 我觉得东厂的那应该不是瓜吧 你不懂 你不懂 你能懂 能懂 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这个好像是有叉子的 宝贝 我想说吃它就没有叉子 在这里啊 它化了 那它也没事 你要细夹麦叶吃给它们看 它们没有吧 嗯 我要吃冰淇淋 原来他一直都有叉子 我一直都有叉子 我嗓子不疼了 疼吗 但是 好不由益 好冰 等一下 就是 好不容易 全部连轴转结束了 后面剩下 不是叶子太冰了 冰着上额 后面剩下的就是他们 他们的拍档好像还是什么solo决赛的 咱们就说没有任何的那 咱们就现在等着解封了 等着跟大家一起过夏天了 谢谢WST的二十个荧光棒 谢谢你 吃的什么 这个叫什么八次方吗 好像是冰淇淋 水镯吗 水镯跟我没有关系 不搭干 人家就叫次方 八次方 哪里有个八吗 哪里有个八 却朝前面那个两个圈圈 人家就叫八次方 你刚好吃的 假天不会就没有大家了吧 应该不会吧 一盒八个真的吗 哦是 哦不对应该一盒不止八个 一盒应该只有六个吧 六个吗 八个 八个 嗯 那为什么我们昨天三个人 正好一人分了两个 说明有人吃两个 水镯可以有水镯没有 公司的水镯没有 没有 水镯没有 应该不是 那叫六个 是六个吧 我跟你说六个 因为我昨天在二二六吃的八次方 我一楼下 我一人两个 所以我这应该是六个 自己的水镯 自己的水镯也没有 没有 冰淇淋还是巧克力是冰淇淋 是之前团的冰淇淋 像在做数学题 确实 明年会有嘛 明年那就要看你 看 不是看你 是看我 看我有没有那个本事 如果没有那个本事的话 就没办法 如果有那个本事的话 就可以哦 嗯 小时候吃的还 可能你小时候是一个人吃的 现在是分 我们分着吃吃就很少 谢谢是这样子回事的 二十个一光吧 我衣服上撒点水 那就喷点水吧 我有我有 没有没有没有 有好好剪塑料瓶吗 对哦大家今天有好好剪塑料瓶吗 有好好买彩票吗 有为了我们 之后的那个 红土大业所努力吗 有吗有吗有吗 有吗 谢谢 还我不想说的 佳姨是 好 佳姨是 好 佳姨是 好姐 佳姨是 好姐 佳姨是 佳姨是好姐 佳姨是是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海鸥 不想说的 佳姨 上海见 那我们到时候疫情解封的上海见哟 好姐 不是因为大家今天不都说我 很姐很姐吗 然后我以为她 她也想说我今天很姐了 今天竟然笑成这样 好姐 好姐姐是好姐姐 嗨晚上好 好姐 很姐 佳姨是很姐 佳姨是好佳姨是很姐 谢谢特斯喵的皇冠 谢谢你的皇冠 你也是来我的牛郎店里面带走朋友的吗 你想要你做皇冠你可以有两个 你想要带走我后面的那一对吗 谢谢特斯喵 今天弹幕很多人靠好看真的吗 那就那真好 就是每一次我台都能给大家看见不一样的 我什么 什么 就是我今天是酒吧老板娘可以带走了 不行 你可以来来我的那个酒吧里面喝酒 但是你不可以带走老板娘 因为毕竟我的两个服务员他们看对眼了 我现在纯照服务员 你们有人愿意来应聘服务员 你不是说是你服务员的 那你俩服务员 那你俩服务员 什么时候去变服务员了 凌佳姨 你或者你收到我的助言 我的助言 我的助言 可以带着服务员吗 可以啊 兼职收不兼职不收到 兼职我们这里 兼职是有一点 变成服务员了突然 那我也不能 有人说我们俩是客人过来看你 然后对我俩个客人看对眼的吗 我本来是这样想 因为我如果让你演服务员的话 你一定不会同意的 服务员生气不上客人生气了 小鱼没有成年 怎么去酒吧 叫一流姐姐分一点岁数给她 她就成年了 你可以调酒 那就应聘你来调酒吧 千层套路才没有 才不是千层 你要个包间 那行吧 那今天就先给你预定你的包间 嗨晚上好呀 我刚才说是 那你那个什么狼刺手 我又不就服务员吗 他不都是我的那个 工作人员吗 没有人可能看你 没有人注意到 没想到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必然剧情 可以在酒吧捡瓶子吗 我们就是说 你可以在酒吧洗杯子 酒吧有可乐吗 你可以自带酒水 不是你只能自带可乐 酒不能带 我只有工资吗 你天天看着老板娘还不够吗 我跟你说你平时得花钱看老板娘的 你这都来了你还想要工资 好坏啊 开一瓶 开一瓶82年的可乐带你都没气了 有直拍完整版吗 有啊我找姐姐帮我录了 打个舞台 好吃懒做一点活不能干 可以来吗 你可以 你可以来啊 你带一张报纸 蹲在我店门口就好 就是说你 他四分半夸我没停过 有cut吗 我可以去看那个王恩西四分半夸我没停过的cut吗 不是 我只说他带一张报纸 然后铺在我店门口 的那个左边或者右边 你哪边的好看 你就坐哪边 好吧 然后你就坐在那 你就 你只能坐在门口 盘腿坐那 还在直播呢 他在直播二的电台 来个rex 他有看啊 当门神啊 挺好的啊 他不是什么活动不能干吗 少0.1秒 为什么小鱼这么忙 因为小鱼很厉害 小鱼他的业务能力很好 所以大家都会邀请他 所以才会那什么菜 因为他很厉害 所以大家才会叫他 就是他舞台表现得很好 所以说才会叫他 帮你服务员 不是啊 帮你服务员的 最开始 你和一流两个人的是 你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服务员 你是我的 一个人的时候 一开始不是没有一流 那那他们就说 你不守拍则了呀 林嘉宜 我今天还有个问题 今天去看过那个回报了吗 为什么我压你的时候 你要笑呢 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很严肃的想这样子 就是怎么说这个捉动你 捉 他在那里 我害怕呀 娜姐 她后面还有一场呢 她怕这个干啥呀 她顶多是为她的女儿担心而已 娜姐想我还没养熟的瓜 给你拿去当瓜了 你可能一笑 对 你这敲桌子就开始笑 搞得我都已经 我在那笑 就是因为娜姐 娜姐就觉得说 我跟你说 我还没养熟 笑场是不被允许的 你不要找这么多的 那你就说那不是笑场 那是我的设计呀 我就觉得哎呀 真不好意思 这个弟弟又 不是 这个 这个瓜又喜欢我了 我就觉得哎呀 真不好意思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呀 我那个笑的这样解释 到底谁养的瓜 就是 我 对在那里面的设定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个万人迷 但其实 确实 就可能在别的地方是万人迷吧 但是在他们俩前面就是我只是 我只是 我是一个红娘 不是我的保镖 我是一个红娘 没发现我穿一个红衣服吗 月老也是红衣服 对不对 红娘也是红衣服 所以我只是一个红娘 我是拉线的 养了个小瓜长大 哎 总算轮到当我的瓜了 我大概是这么想 我就插个媒婆虫给点着 那不行 没搏制就 不符合我 那一个万人民的身份 麻子小弟 对 好有层次舞台 然后就是解释 快去看录播 我 我拍的应该没电 哎呦我很害羞的呀 我看自己的舞台 我会害羞 这配的怎么百分百的电 反正死了 他要是没电就可以不看 有没有王妍希reaction的那个 害羞我还拿过来 女孩子 女孩子的住口是心非欲句 我去怀疑你懂不啦 你怎么不懂呢 你怎么能拆穿我呢 之前都没见我害羞 因为之前就是 看的反正是别人的嘛 明明很想看 因为你们都跟我说很好看啊 我才会想要看啊 如果你们跟我说爱嘉宜今天晚上没有表现好 我说哎呀对不起大家 然后我就不看了 谢谢QQ小可爱的六个荧光棒 谢谢小皮千千的奶茶 对啊 如果你们跟我说 哎呀嘉宜 你今天室友稍微有一点点欠缺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哎呀 然后绝对我就不会拿拿过来我的iPad 我好油麦啊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让我来看看吧 哇 为什么我这么壮啊 为什么 我打开首页就是这一个 但是我好壮啊 我怎么 我怎么这么壮啊 我打开首页你们看 直播 我 和我CP议员会的cut 我感觉我好壮啊我在这 我希望 这个还不壮吗 你看 我的首页 对 我的首页 很吓人吧 不吓人 我的首页都是跟我 有关的东西 我那 我那 二两肉也是可以卖钱的吧 P 这种东西少看 那我就搜索一下我自己吧 大家知道吗 以前打名字 就是打0加1的名字出来 是只有SH48 0加1 但是现在没想到 有一个搜索 关键字 比SH48 0加1更火 看到吗 搜索记录里全是自己谁说的 我的搜索记录都是能看的东西好不好 我的搜索记录里都是什么 吃播 林佳怡 五博 这肯定是他自己搜的 撒娇巴莲 Somewhere 48 Somewhere 然后还有打错 打成Somewhere 他打成Somewhere的 然后还有什么 BJ48 梦雨星光的海底 韩影 UN48 SH48 三角函数弹幕版 然后还有影制美 这好像是我不含索的 我的撒娇巴莲 我的撒娇巴莲吃掉了 我那天太饿了 我就把它吃了 居然没有三哥 因为三哥都在我的关注里 三哥的应援会和三哥的B站账号 都在我的关注里 然后又在那个抖音里可以刷到 所以我就没有那什么 吐出来不行 消化完了 看了这么多撒娇巴莲什么时候轮到我 轮不到的 轮不到我的 我不敢看 他已经出来挺多个的了 但是我不敢看 怎么办 我自己看撒娇巴莲不给你们看 因为 就是我可以看 但是我不会做给你们看 那选哪个版本的呢 王一柳应援会 选一个播放次数最多的版本的吧 选个这个357的版本的吧 好 第一条评论就是爱喝可乐的小羊 他说 妈爷 你夸得我作为粉丝都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现在还有没有在我直播间 他应该没在我直播间了吧 他因为我只认识这一个 我只认识这一个ID 他应该没有在我直播间了吧 他应该没有在我直播间了吧 还在吗 他应该不在 其他的ID 我就是不太熟悉 跟这ID我很熟悉 我开始了 我自己看哦 小鱼很帅很拽嘛 小鱼 瑜伽味还有歪嘴坏笑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羊 是另一个羊 我这里有三个小羊 我这里有三个小羊 四个小羊 四个小羊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一直切进 切进小鱼啊 他不是应该跟着小五的游击走到一柳那吗 一柳 一柳就这一秒镜头 又是小鱼 完了 这水端不平 这个怎么回事 他这个开头是怎么回事 这开头我本来设计的是小五从那个门框里面走进去 然后转过来 然后先拍小鱼 拍小鱼是这样子转过来 然后这样子再转一柳一柳再这样转过来 然后这样再转我 然后我从这样走过来 我本来是这样子想的 镜头 这样子就只好 都能让大家知道前面是有这两个人的存在的 他居然是这么切的吗 那我要那个油肌有何用 我那个油肌去给小鱼绝美特写的吗 下来 那是一模糊 我没有想像干还 我一个人的吗 我没有想像 что 那我 都这个人的吗 我好像是他 我来说 我去想像干的 我去做 为什么带走 即使心了取笑 这才就是我 看到如意随心 每个人不上次车 他问你什么时候我下了 他开始闹着什么 你跟他说我12点左右就下了 这个确实挺笑的 对对对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玫瑰花姐姐塞的有点太实诚了 导致我抖了 我一开始本来想的是就是零星极点 然后这样他就可以自己倒一下了 但是塞的有点太实诚了 然后我就 再看一遍 你看这个小小萌芽 就是这个爬你们知道吗 这个爬 这个爬是这样子的 那天就是我在零上场前 还去练习室练了很多遍 然后一流跟我说 林佳怡你能不能爬的性感一点 你扭起来就把你屁股扭起来 我说我扭不起来了 我只能爬成这个样子 他说你这样真的很像小婴儿 刚才学会走路 他说我这个爬 这首歌对吧 这首歌很好听 主要是唱的人唱的好听 被伤绑了一块钢板 对不对 有一天你就会清醒 拥有一切的自己是多幸福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追求自由 其实因为我不是有一点感冒吗 这两天 嗯 然后 元宝几岁 元宝半岁 半岁 他是10月21的生日 然后我这不是有一个转头 第二灯过来推桌子吗 我感觉我的鼻涕要流下来了 所以我转到桌子那边去的时候 我一直 嗯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舞台 就是文 就是大家看不到我的背影 大家只看到我的背影 但其实我一直在背后 嗯 我就在这样 不然前面你在那边就很消散 你很消散 都没用 然后那个鼻涕都下来 多尴尬 多尴尬 是吧 哦这个回眸 这个近切太漂亮了 这个姐姐 不是这个 这个哥哥的近切太漂亮了 这个哥哥拍的太漂亮了 这个哥哥的光打的太漂亮了 然后把我就称的有一点好看了 谢谢哥哥姐姐们 谢谢所有stuff们 我再看一点 嗨 嗨 这个回眸姐姐拍的 那个哥哥拍的也很漂亮 然后这里之后就跳错了 这里之后就跳错了 我这时候应该是站着做动作的 但是我蹲下了 蹲下之后 我一听歌词不对头 我就说完蛋了 然后所以我站起来之后 我又蹲下了 我真的快吓死了我当时 我真的快吓死了我当时 一圈 然后又非常漂亮的落下来 我说太漂亮了 然后我就对着镜子甩了半天 发现我每次甩过去之后 就是一个疯婆子凌乱 然后我就放弃了 我实在 我实在我可能就是确实记不如人 就是有点疯婆子凌乱了 我就放弃了 再看一遍 手指走脸吗 我再看一遍 嗯 哇这个油肌的滤镜 还是这个色调跟那个 辣的好像不一样 哎 看到我的两个营业员了 我的两个营业员可拽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好不容易有一点 私人相处 两个人在那边的 在两个人在那个沙发上相处的 你过来干什么 我觉得那样 你看 你看这两个拽姐 你看 我走过去招这样的拽姐 拽哥 拽弟 拽哥和拽弟 他们就想着 好不容易我们俩在红沙发这儿 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你来干什么 打扰我们 我们还要给你做戏 我觉得他们 当时的小说内心情节是这样 我才知道王一勇摸我的下巴摸的是兰花枝 等一下 王一勇摸我的下巴摸的是兰花枝 他这个兰花枝都快戳出屏幕 都快戳到我了 王一勇 怎么会摸个兰花枝出来呢 他一开始摸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摸我 然后我本来说你有点像在摸元宝 我跟他说你拿个手指头勾我 再看一遍他拿花枝 你看 我这里 我这里 我跟你们说 就是 我的店员 谈恋爱实锤 谈恋爱 他们谈恋爱了 看到没有 他们俩 看到没有 谈恋爱实锤 看到了吧 一个帮我洗头 一个帮我洗脚 不是 我就不是一个喜遇店 我这是一个酒吧好吗 这是酒吧 我不是个喜遇店呢 我这里不是那种穿粉红旗袍的那种按摩斯巴店好吧 对小鱼也笑唱 对小鱼也笑唱 可是别忘记 你就是你自己 我好喜欢这几个 我好喜欢这几个回眸 就这几个回眸 确实很漂亮 以后能不能只用侧脸给大家看 以后大家 以后直播能不能 以后直播能不能 只就这么直啊 我们以后直播呢 能不能都这么直 我觉得这脸不好看 要不就这么直 不要直 头发 要不就这么直吧 我觉得这样比较漂亮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这个样子比较漂亮 你看 这样子直播多漂亮呀 是不是 太漂亮了 这比正脸直播好看多 刚出道不是这样直 没有 刚出道直播是这个样子 斜眼给大家直 因为大家说我的侧脸很好看 侧脸比真脸好看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只能斜眼给大家直 后来发现我眼睛有一点不行 然后就后来换成正面 现在我决定就要回眸给大家直 怎么样 你偏了吗 不怕脖子闪着 不会的 我就这样直 我很漂亮 以后我们就这样子聊天吧 就这样吧 我说到做到 那我如果累了 我就这样子给大家直 我后面放两个眼睛 然后这样给大家直 然后我不累了 我再转过来看看你们 怎么样 电源 云电源的时候 嗯 嗨 你来了今天吃饭了吗 吃的什么呀 那里解封了吗 哇 好厉害 哈哈 我一定是疯了吧 谁说我不想看粉丝了 哪里是针子直播间 我那里做做 等我把最后 看完 然后把最后搞笑的安顶看完 对了无论未来齐驱 这个对了无论未来齐驱 我以为会切全景 就是看到他们两条 我总选也这样吧 我知道了 嗨西西 听说你夸了我四分五十秒 我想看看 我的证件就是这样 又是一年夏天 祝大家 今年夏天 我希望大家和我并肩作战 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 我今天目标就是 然后就是 嗨文西 然后那个到时候 我知道 他总选现场 不会不给你夸夸废吧 原来你不是真心实意夸的吗 不不不 主要是那个每次总选介绍的时候 谢谢奶泥的二十个 谢谢奶泥的二十个荧光吧 谢谢你的荧光 然后总选介绍不是有说 下去像我们走来的是 SH48 Team X 他们组成的成员分别是谁谁谁谁 然后到林嘉宜 我到林嘉宜 然后我再起来 然后大家都是正面出来的 不然我前面的人给我手上绑个绳子 我就拉着后面出来 一眼我一定就这么走 真的吗 别抱别抱 我一整场两个小时的总选舞台 我要这么演完 我以后公演只能这么演了 谢谢嘟嘟的玫瑰花 林舟丹是什么鬼啊 我真的会给你笑死 明天都给你笑出来 林舟丹是什么鬼 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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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了好吗 苏丹是四八大线 林舟丹 谢谢小说寂寞 真无孤独的决定的奶茶 等我把那个结尾看完先 林舟丹先把结尾看完 林舟丹20 林舟丹 来自SN4DTX 我真的会笑死 让我结尾看完了 真无事 我都会一直在这里 等着你 原来在我走过去的时候 姿势错了 姿势错了 这么看 我还这么看 我还这么看我的结尾 真无语啊 林舟丹粉丝真的很严格 真的很严格 真无语 真无语 毼皮感 王一柳 王一柳 你和王一柳 好像个娘胖 王依美你怎麼回事啊 麥柳 麥柳你怎麼回事啊麥柳 你笑什麼 麥柳 麥柳你怎麼回事啊麥柳 看完了確實很多這樣的地方確實很漂亮 果然林佳姨的側臉確實很漂亮 可能我面試的時候 為什麼靠眼鏡團呢 就是他們看見了我的側臉 他們一下子拍案天哪 這個側臉驚為天 沒有這一切都是我自己內心想法 並不是真實的大家不要不信謠不傳謠 這只是林佳姨一些個 這只是林佳姨一些個做夢的時候 她自己內心的想法知道嗎 就是大家不信謠不傳謠 然後不要誇大其詞啊 所有人都要當真實的人 不要像我一樣虛假 活在自誇中 麟柳在什麼 是這個樣子是這個樣子出去嗎 是這個樣子出去 跳舞記得保持這個姿勢 那完蛋了 一整場到時候底下的公園 底下的觀眾說 哇人家這個偶像一點意識都沒有 他說 哪個謝謝WASWASTE的20個螢光棒 謝謝你 自信轉頭 慢性走位 有人舉報 舉報什麼 WAS舉報 我說一流活靈活現的吧 那我連他一下吧 他下播了 沒下播 那我就連他連一下我的 有沒有什麼變美蜜 直接冬天見可以 每年下次選什麼歌 怎麼來加油 沒事啊 他們說 有人說 就是有人來跟你告狀了 所以我就來解釋一下 這一切 這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從我的嘴巴裡出來的 這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從我的嘴巴裡出來的 原本說的呀 你知道我記得我跟瑜伽妹 在外頭拍那個什麼 拍白馬會所下班照的時候 就是 就是我隨機抓了個人 在走廊上幫忙拍照 就在你們屋門口嘛 然後呢你們屋門 就是開了個小份 開了這麼大的份 但是元寶不是你們放出來了嗎 人家人元寶超級可愛 怎麼說 就是 哎 這是那個門 開始燙了個腦袋 那現在你們倆幹啥呢 對 那你們倆背著我媽幹啥呢 燙了個腦袋出來 超級可愛 你為什麼不問我 為什麼要一直這樣埋著頭 我都快 啊 你為什麼要把臉頭 我以為你的凹造型 能看我性感嗎 因為我剛看了一眼路 我發現每一個回眸的側臉都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以後都要這樣直播 你為什麼沉默啊 真是 你為什麼沉默 漂亮漂亮 你怎麼變了呢 你給我看你不漂亮的樣子了 聊不下去了 你跟著你的那個 你跟著你的大摩依哥哥走吧 跟著大摩依啊 我不就是嗎 你 你都凌晨那樣了 你還 我怎麼勒了 給你 我給你看一眼 什麼 你怎麼會有照片 不是截圖 是 不是截圖 是你的歌 我的安定嗎 多漂亮 都凌晨這樣了 你跟我說你 你是大摩依 怎麼了 大摩依也可以靠在林的懷裡 我們魚鱗 魚鱗 魚鱗 大摩依可以靠在魚鱗懷裡 我一流 他是魚鱗 魚鱗 魚鱗在你房間嗎 我在吧 他重新拍照片 對他去拍 他如果在的話 你給他聽 你就完蛋了 你們 你們牛郎都這麼穿襯衫的嗎 就是第一個扣住 然後中間打開 下面扣住 你全中間露出來幹什麼的 你中間 這塊 我沒 沒有 不是 我沒扣 沒扣 嚇死了 我以為你們從那個 從我店裡下班以後 都是這樣子打扮 原來你是老闆娘是嗎 你不知道你是我員工這件事情嗎 我以為你 我要跟他們講劇情 那我說 就是 你是我們倆都看上的 我是酒吧的老闆娘 你們倆是我店裡的服務員 這樣呢 你們 你們店玩好大 我們第二期 我以為每一個服務員都暗戀我 但是沒想到服務員他們對眼了 對上眼了 對我剛給他們別人對眼 你看過嗎 沒有 你對給我看看 我也會 我也會 我對你 有毛病 這是我們店 我知道了 每一個進我們店的客戶 必須在門口 我們那個保安那裡就是 給他表演的對眼 才可以進我們的店 沒有對 沒有表演對眼的人 都不能進我們店 對別的店都是什麼 就是發一個什麼名片 對 那我們店就是必須得表演對眼 我們叫對眼酒吧 就只有對眼的人才可以來 對 然後我們 一來之後就能看對眼 對 這樣才對 對眼對眼 然後你們每個人拿著酒的時候呢 就是如果你一個人喝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對眼 但是一旦有人面前朝你走過來 你們要碰杯的時候 好 來往一流 一一二三 你就得 你就得對眼 好 我 不給你 等下過來找你吧 我給你拔拔了 咱們今天剛剛在那邊拍照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好玩的 拍照的時候 就是小魚說我比你還像 刮 余嘉莉說你看連家一蹲的多刮 你能不能不要 對 就是 咱倆我跟連家一拍合照 然後呢 連家一頭靠在我肩上很正常 對 我這樣靠著她的肩膀上拍合照 然後她把她的腦袋刮 靠在了我的頭頂上 比如說哪有男的 還把腦 腦袋刮靠在人家女孩子腦袋上 是側臉嗎 確實是有幾個側臉的 不會 還有昨天 所以排練的時候 錄了一邊視頻 我回來看的時候 就看那個視頻裡面 余嘉莉在邊上跟王一柳說 你能不能man一點 到時候拍出來 你像個女的 林佳穎已經像是男的 不知道為什麼很奇怪 真是余嘉莉靜說 他可能只是想跟你 想表達就是你們倆之間 他是一件事情 我知道了 他為什麼這麼關注我 因為我倆看對呀 那你們倆是 就方便問一下 你們倆就是 誰先看的誰嗎 誰先看上的誰嗎 在你店裡是這樣 在我店裡是誰先看上的誰呢 你們倆的故事情節是 那在你今天在你店裡 就是 他跟你摸來摸去的時候 就是他表面上 那一個時候你就已經 醋一飛天了 他表面上 喜歡老白娘的時候 我就在一邊 翹著二兩腿 拿著那個玫瑰花 我就看他 看他 哎 昨天晚上明明不是跟我 這麼說的 現在就跟他搁這兒在那邊 哎呦 真是 對呀 還在那互動那麼久 對我看了路播 你前面鏡頭 他完全沒給你切到 哦我剛才跟他們說呢 對 就是說可能因或多得福吧 要不然就是 可能會留下一些就是 像 留下一些什麼 裝男人裝不成的一些 那你那個直拍裡面 有那個嗎 我沒看應該有吧 就是有你前面那個 吊著玫瑰花那個 我沒吊 你沒有這樣咬著玫瑰花嗎 我沒有啊 你吐命 你也咬著玫瑰花的 這絕對是經典 那就更更猥瑣了 吁家衛不讓我笑 你讓我怎麼講 余家衛 然後余家衛 余家衛排練的時候還說呢 他光拽我這個 他絕對不看我 結果他今天看我 他今天拽你領帶 拽了呀 就是我們倆手下之後 你們倆沒有拽著領帶走 但是 但是他 摸摸完了 他拽了 他都沒他都沒怎麼 你還是你摸的比較實成 是嗎 我以為我也沒摸來著 你摸的比他要實成些 他身上 太兇了吧 可能因為我們都太 他說他絕對 就是怎麼說呢 他說他做不來 然後他說什麼不來塞 結果今天時間一拽 然後他臉 往這兒一弄 嚇了我一跳 我以為你下意識撅起了嘴 然後YYX這時候衝進來 然後拎著你的領帶把你帶 早知道邀請YYX一起 你知道嗎 就是有人說 說我是那個什麼 上上午 上午 上午 什麼上午 上一個節目 在學校談戀愛 然後呢 來你這放了學 玩的更野了 上一個節目 下一個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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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家男孩子 搞不靈情 什麼反應啊 掛了掛了掛了 你污衊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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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夢啊 12點05分了 那麼我們就淺淺播到 早上5點鐘吧 沒有了 開玩笑 放學兼職 牛郎店的員工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今天很快樂 我今天真的很快樂 側臉播到5點 那你們下一次見到我 大概下一次見到我的直播 大概就是在醫院的ICU上 說都說了不會不播吧 說都說了當然不播啦 你見過哪個說出來的話 是成真的了嗎 我今天 我今天跳完之後很快樂 我就是有一種 總算結束了的感覺 好像我這個 疫情隔離期間 馬上結束了 然後我這個Solo舞台 結束之後就可以馬上出門了 謝謝一加二等於三的 加一棒 加一棒棒 啊什麼 加一棒棒 真 對就是那個一加二等於三的意思 就是說加一棒棒棒 真 他一定說的不好 不是加一棒棒棒棒 出門做核酸的時候 我就這麼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出門做核酸的時候 你大白不是在那等我嗎 然後我就離他一段距離之後 我一個太空滑步後退 退到他的面前 然後我這麼一張開 然後張嘴 然後讓他跟我走 我從今天開始去練太空步 這個樣子下一次做核酸的時候 就可以 就可以用到了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大白 大白眼珠子都要掉到那個 不用驗了 肯定有病 直接拉走 直接拉走 就是也不用管他陰性陽性了 直接拉去碗屏南路送進去 那以後 那碗屏南路會不會專門有一個病房 我們所有人都是這個樣子的 旁邊給我錄視頻 那我一定是整個斯巴拉腦子 最不正常的肖像 絕對是用病 來活了 他說我在這蹲了這麼久 等了這麼久 總算抓到神經病了 我單獨VIP病房 為什麼 為什麼單獨VIP 我不能跟我的好朋友們一起嗎 讓他們也跟我外脖子 再不解封應該快了吧 我看他們最近解封的地方挺多的了 我 我現在不瞞你們說 我現在脖子有一點痛 我現在脖子就是有一點痛 我的好朋友們答應嗎 好朋友好朋友當然會答應了 不然怎麼叫做好朋友呢 很多地方還是出不去 我們這應該就出不去吧 謝謝魯娜的52個巧克力 謝謝你的52個巧克力唷 換個放在可是我那邊臉不好看 就是我只有這邊臉比較好看 我那邊臉不好看 所以我一般情況下都不會拿那邊臉對著你們 因為我感覺我這邊臉不好看 我這邊臉是這樣的 但是我這邊臉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我這邊的臉比較好看 但是我的正見照他們拍的都是這邊臉 因為不知道拍攝影的哥哥姐姐們都會覺得我這邊臉比較好看 但是我覺得我這邊臉比較好看 哪兒不好看 就是有真的有區別 你看這邊 這邊就是一整個很精緻 就是一個漂亮的女人 這邊 這邊這個就是感覺 可能眼睛長得有點歪 讓你看看不見 看看不見 就我不太喜歡這 不太喜歡這邊 所以我每次頭髮都會把這邊臉都露出來 消停點 幹嘛啦 你們到時候不會就是 都叫我靈州丹吧 我這頭髮的問題 那我如果把頭髮弄到後面去呢 你手別摸我的下痕線 你怎麼知道我的手有我的下痕線 我在摸我的下痕線 看我的下痕線 迷人嗎 救命啊 我好油啊 我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要去拿個稀油的洗潔精 然後把我自己洗乾淨 我都受不了我自己 不過說真的我真的有下痕線 但是我有雙下巴看到了嗎 這個 而且我今天化妝的時候發現了一點 我得吃胖一點 不然的話完蛋了 那隊友還有猴傑 不會吧 我的身份不會馬上就要被發現了吧 我多少斤現在已經掉到84了 這兩天沒怎麼好好吃飯 看我的猴傑 看到了嗎 然後我今天化妝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顴骨好突出啊 我這裡我現在不是在給大家製造容貌焦慮 所以我說我認真的而且我有大小臉 我媽媽經常說我如果把腮幫子這裡吃大起來之後 我這裡可能就是一個流暢的線條 我這邊的臉比這邊的流暢 所以我會把這邊擋起來 謝謝虎人總冠軍的玫瑰花 我都沒有面包 像我有啊 我有肋溝 我還有法令紋啊 我以前我剛來的時候沒有法令紋 很嚇人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我剛剛進48訓練的時候 我是沒有法令紋的 但是現在我就是有法令紋了 可能是這個地方真的非常的催人老 什麼叫大小 就是一邊臉大一邊臉小啊 發現了嗎 我這邊的臉要突出一點 這邊的臉要瘦一點 是因為我吃東西喜歡往這邊嚼 看到嗎 今天只有明顯 真的有你看 你看我這邊臉就比這邊臉要大 是不是 是因為我吃東西一直往這邊嚼 然後我如果把這裡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弄 嗯不知道怎麼弄 就是這邊那個 所以大家吃東西千萬不要只嚼一邊 就是看 我這個 如果我這邊也跟這樣的話 那我就真的是一個錐子了 這邊的下個線是一個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一個你看 這邊因為臉大 然後他就沒有這個折角了 他這邊就糊過來 糊 不是糊過來 不行少女我像不能說自己糊 就是他這個就是 巴拉一下他就這樣下來了 然後這個呢你看 是有一個這樣的棱角的 這個呢就是沒有這麼明 就角度就是那 現在再給大家比較解釋 臉 為什麼要這樣對自己 側著臉吃吃看 那還不行 咬肌對咬肌 換另一邊嚼那兩邊臉不就都大船 就變成了 用門牙腳會腿嘴凸的 你知道用門牙腳的話會 會嘴凸的就是凸嘴的話 你自己才更麻煩 今天好出表情嗎 因為我今天很快樂 我覺得總算總算所有的一切都結束了 不是我是指那個疫情期間的所有活動結束 我覺得很快樂 我就覺得可以安心的搞後面的事情 我現在就非常快樂 謝謝胡仁總冠軍玫瑰花 可是大了也是連小的 那樣看跟誰比了 你看跟前面不能站在一起 我的臉就比較大 安心準備對呀 mini live然後後面還有其他的 到時候我就到時候再跟你們說 現在就不跟你們說 準備 非要提總選嗎 確實是要開始訂這個總選東西了 雖然我不想 非常不想跟你們說 這已經我覺得太焦慮了 這個東西 但是確實是要開始 一柳做花可能更好些 但是沒辦法 我本來是要找小五做瓜的 但是我一直以為小五今天是有演出的 我以為小五今天是有演出 所以我就想著兩個一起 但因為太麻煩了 然後呢我就 正好我就想誰跟小魚 個子比較合適呢 我想到一柳 我會把一柳拉過來 剛剛證件都 對啊我證件都想好了 我連那個獲獎感言怎麼弄就想好了 接下來就靠大家了好嗎 我居然在這邊大放厥詞 今年夏天來的會晚一點 因為今年所有的春天都在這裡 那今年的目標是 你後面等應援會關宣吧 到時候這個目標出來太大了 這個目標出來太大了 然後呢大家就不會說 林嘉儀怎麼大放厥詞 到時候他們就會說 林嘉儀的一年會 大放厥詞 然後呢達成了就是我好 答不成就是應援會背鍋 完美 準備好了嗎 特斯喵 進下去 我在台上獅子 但可是我不是獅子 把鍋推給應援會 應援會 連夜解散 應援會看完林嘉儀的這個直播cut之後 連夜解散 應援會說這小想 算了不犯 不犯也罷 林嘉儀本人言論 對林嘉儀本人言論 與林嘉儀無關 應援會 等一下大家有加應援群吧 加完應援群之後呢 就發現突然一下子 直接應援群解散 然後呢我後面的 我就想好了 因為林嘉儀應援會解散 然後林嘉儀就是崩潰了 林嘉儀破房自閉了 關了房間 然後大家開始說 啊嘉儀怎麼關房間了 難道是因為她solo沒有進第二輪嗎 可是不是啊 嘉儀自己說的不要投第二輪 啊那她為什麼關房間啊 哦好像是因為她的應援會解散了 什麼 她的應援會為什麼解散了 因為 因為林嘉儀說 今年中學目標沒有達成 都要應援會背鍋 確實啊 如果我是她的應援會 我也要解散 我也想好了 從中退大尾結束 然後這個時候 能背出來就加9800660291 誰會背 誰會背出來 背不出來自己的應援會啊 一切的一切是因為林嘉儀瘋 啊 因為那個應援會希望林嘉儀 可以正面跟大家說話 但是林嘉儀非要背面跟她說話 所以應援會一個生氣 就把那個群給解散了 自己把自己解散 B字應援會解散很正常 因為我在剛出道的時候 把我自己的應援會 拉黑了 我在剛剛出道的時候 把我自己的應援會 拉黑了 可能是大家都心粉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嗎 是這樣子的 應援會成背鍋 對這是老粉招的事情 可能大家心粉不知道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剛出道的時候 就我出道當天的應援會 跑路了嗎 不是跑路不是跑路了 不是不是不是一件事情 我剛出道的時候 應援會是被那個那個 毒瘤他們侵占了 先侵占了一下 我的那個第一個應援會 出來的第一個應援會 就是被毒瘤侵占了 然後第二個應援會呢 就是發現那個人是毒瘤了 然後第二個應援會 第二個應援會的群啊 不是應援會 就是第二個群 結果裡面又是那個毒瘤 而且第二個那個群主吧 應該是群主 他那時候自稱自己是 什麼所謂的飯桶 因為我那時候也不是很懂這個東西 他說自己是飯桶 然後呢就發在了我的抖音私信裡面 他說這個是我的微信號 你那個你可以加加一下微信號 然後說這是什麼被允許的還是什麼的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啊 你當我是傻子嗎 加不加微信這個事情 我還能不知道 謝謝ZHIK的玫瑰花 對然後我當時就說 我當時就沒有加 我看完那個之後呢 我就怕丟了數據 我還把那個截圖給截下來了 截圖截在那邊 我說 我說放著 如果到時候出了什麼事情 我可以自證清白 對吧 然後 然後我就把他那個 我把他那個截圖截下來 但是我又沒有加他 但是後來莫名其妙 有一天大家突然跟我說 就是我妹妹那時候加了那個群嘛 然後我妹妹跟我說 姐你應援會被解散了 我說啊 我說我以為第二個應援會 已經是正常的了 怎麼會被解散呢 然後呢 就是被解散 確實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看了抄話 抄話也有人說 哎 群怎麼突然解散了 我才知道 哦 第二個應援會 也是毒瘤 第二個應援群裡面 也是被毒瘤了 然後我就當時 其實確實挺崩潰的 我想大家都走上正軌了 怎麼我還在被毒瘤侵占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的舞蹈老師 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大概是因為你看著太好欺負了 所以他們都來欺負你 這個時候我就 我就不能接受了 什麼叫我太好欺負了 他是不知道我這個爪解的人設嗎 但是我那時候又沒有口袋 然後我就什麼都沒有嘛 我也沒辦法 我有口袋了嗎 那個時候 有了嗎 好像沒有吧 還沒有有口還沒有口袋 然後後面對我那時候還沒有口袋 然後後面就 就有了現在的這個應援群 像這個應援群的那個時候大家 創了一個應援會的號碼 然後 哎呦媽呀 把我講的都激動 創了一個應援會的號 但是我剛開始出道 房間裡會有很多毒瘤很壞的人 也是他們之前就是 搶著租我應援會的那些人 他們就來我的房間裡面說我 然後什麼的 我就把他們一個一個拉黑 然後突然那天 有一個ID叫做零加儀 SH48零加儀應援會 也留言了 然後我當時想著 哇他們絕對是一夥的 他們居然把我應援會的名字 都給他取掉了 我說他們絕對是一夥的 然後我卡了一下 我就把那個號給拉黑了 我拉黑了紀元30天好像 拉黑30天嗎還是怎麼的 而且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怎麼解除拉黑 好像是可以解除拉黑 但是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把我應援會的號給拉黑了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就用絲號跟我說 絲號跟我說說那個 那個是真的應援會的號 那個不是毒瘤弄的 你快點把我們拉出來 然後但是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拉 我不知道怎麼把應援會 從那個黑名單裡面拉出來 他們非常著急 他們在我留言板也給我留言 那個是 應援會的號 這不是那什麼 這是真緊的號 我當時就是把應援會拉黑的第一人吧 剛出道就把應援會拉黑了 所以我感覺 我這出道出的確實挺不容易的 又是賣土豆的時候 就是被拉過來出道 又要用土豆畫眼影是吧 結果呢 結果又被毒瘤搶占 他肯定看我是農村裡來的 所以他才欺負我欺負我兩次 真討厭 開始又開始想想 應援會現在出來了嗎 你應援會現在應該是出來了 現在對 現在我自己要把應援會解散 現在的應援會 因為不願意 對林嘉儀不願意把被林嘉儀總選的鍋 所以說他們又要解散了 哎呀 那到時候有新的應援會群 我再跟大家說吧 也是沒辦法 可能我就是哎 目標喊得太大了 被應援會 應援會害怕了 應援會說 嗯 嘉儀非要背著背著頭側身講話 煩死了 哈哈哈哈 以上言論 那個就是 現在應援會要解散的言論 都是假的啊 前面的都是真的 前面都是真的 前面都不是跑火車 前面兩個應援會的事情都真的 現在現在都是假的 現在都是跟大家開玩笑 正經 大家還是可以相信現在應援會 現在應援會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好 所以說就是那個 對 在我沒有喊出見指第一這種 那個我要預三這種口號 之前應援會都不會解散的 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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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放心 神奇故地點的心理三 我大概喊個top16 對 我今天要被我自己笑死 不給你跑火車了 注意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這火車還還到處亂跑 等下攜帶病毒怎麼辦 後面沒什麼事情 後面沒有了 後面我沒有事情 後面我沒有事情就是 除了可能的助言 後面應該沒有助言 後面怎麼會有助點 快12點半 對我12點半下播 我要去吃餅了 剛剛這樣就聽見預三 對 他都沒開始做了他等你 你現在叫他去做吧 我還有8分鐘下播了 不是5點嗎 誰說的 你應援會說的吧 應援會 他的意思是說 應援會要替林嘉儀直播到5點 哇我真帥 你別停在這裡眼睛半眨不眨的地方 你看王一柳 不要這裡的 王一柳的藍花指都要戳到我的胳膊上 你看王一柳的藍花指都戳到我的胳膊上 我跟妳說了 妳看妳這個腳是不是說得很快 說得太快了 對 那所以我就笑場了 我還笑場了呢 我還說妳知道的人 我這樣一直刮到腳踝這裡 我想我很陶醉的刮妳 我害羞 我再給妳刮一次 來 不好嗎 我再給妳刮一次 不好吧 現在穿得太正經了 這樣刮不好 那妳想 我們撕了一下腳踝 那妳脫了 太多人看著了 妳看他們不把妳們當自家人呢 音樂會是獨自美麗 人家音樂會要解散了 我音樂會要解散了 誰 我音樂會要解散了 我幫妳去 我幫妳重組一個 我當音樂會的群組 那不行 那妳得先退團 我們先聯繫莊人 對 我跟妳說 先聯繫莊人 讓我來當妳的群組 她能當妳的飯頭 怎麼樣 張燃走 我很相信 她一定能承認 我記得非常的清楚 張燃女士走的時候 她跟我說 林嘉儀出去之後 我就當妳的應援會管理 然後我說 那可是妳如果要當我的管理 她就得 妳就得把我的微信 什麼聯繫方式都刪掉 她說 那就刪唄 結果到現在 到現在 她把口袋四八都寫了 她對我就是 莫不關心 她每天永遠都有只有問我 林嘉儀 妳覺得我哪裡長得不好看嗎 妳覺得我有哪裡不好看嗎 妳放心大膽的說 沒關係 我不會怪妳的 然後我說 因為妳的哪裡哪裡好看 哪裡哪裡好看 很累 當小偶像還要去哄素人朋友 很累 小偶像沒有點特權嗎 好吧 沒有 萬一她隱性埋名默默奉獻 怎麼可能 她 不可能的 但凡她要是在我的 應援群管理組裡面 我覺得我這剩下的 八年偶像生涯 就在這一刻 到此為止了 如果張燃是我的 應援會的話 我偶像生涯到現在到目前 就是到此為止 我知道妳是誰嗎 我知道妳是誰啊 妳這不就是等一下要替我直播到五點鐘的飯頭嗎 她手裡握著我的黑料是嗎 確實她那裡有我大光明的照片 張燃這麼 她她犯偶像就是追求一個無拘無束 所以她就是亂喜歡 她不會她不會有任何的規劃 她只要卡開心就好 今天晚上立了太多flag 今天晚上立的所有flag 都為我的應援會替我完成 有沒有一種可能 你這靠就張燃的小號 不可能 因為你發翻牌的時候 我收到過你的微博私信 張燃那麼高興 張燃能有多過分 我是洗完澡穿著睡衣出來的 她拿抖音拍我 就是抖音好像有一個特效吧 是什麼東西 然後魯呢 你這個名字改的是有一點快吧 現在改名字都不需要八天那個 七八天的那個審核了嗎 你就直接這個括號裡的字 是可以亂改的嗎 都現在不要 你要重大發表 你這個名字改的是有一點快吧 你太快了吧 有沒有比較新一點的粉絲 現在有雞腿就可以隨便改名 果然我們口袋四八還是 淪落到了只看雞腿分上 還是淪落到了只看雞腿 其他都不看的分上 大家都信我都沒見過你們 你剛剛舞臺入看 你啊你就是張燃燃 怪不得你這麼喜歡看熊子儀的直播 因為熊子儀也會說滾啊 你覺得這個人就是跟你張燃燃說滾啊 特別喜歡 所以你們倆 熊子儀有沒有看我的舞臺 因為我看到好像在看那個 看那個直播錄片 他是怎麼說的 你很行 你換號了 所以行 你把另一個號拿出來 我會用之前的名字 你就不行了 謝謝螺絲粉筋代表的五個玫瑰花 畫一身表 對我一開始蠻想到黑玫瑰的 好巧吧 我一開始的選歌 我一開始選歌 跟大家都撞了 我很厲害吧 總選了 突然也好像重新搞個應援會 你可以搞一個 90SH4TA線下聚聚應援會 你線下有推的那個粉絲朋友嗎 可以先留他們不行 就是 我用他那個黑玫瑰 對我把他那個黑玫瑰都帶回來了 帶到房間了 林嘉義應援會中大發表 都屬於 都與應援會無關特色 怎麼回事啊 現在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有你的元素有你的元素 是的 就是我本來是想要黑玫瑰的 是這樣的 我第一首歌本來選的是黑玫瑰 真的各說各的 完了 頭條 林嘉義與應援會不和 道路不一致 理念不相同完蛋 林嘉義以後的偶像生涯 威一個感嘆號 是這樣的 一開始我想選黑玫瑰嘛 好晚安 我很快要下 我先把這個講完我就下了 今年開了大巴 預定完蛋 那不完蛋了 第一年都沒做大巴 今年做大巴的多丟 是這樣的 我一開始 第一首歌選的是黑玫瑰 做大巴也記得測量 那當然了 這樣反途拍出來漂亮 不行我把這個事情講完 就是一開始不是黑玫瑰嘛 然後但是一柳是第一個舞台 我就問一柳 一柳讓我去主演那個第一隻兔子的時候 然後我說啊那你第二個選什麼 他說喔黑玫瑰 我說啊你選了黑玫瑰 因為我想的是兩首歌都不要跟任何人撞去 我是這麼想的啊 就是我主要是這麼想的 就是不要跟任何人撞去 然後他選黑玫瑰我想 那我就換吧 我想那我要不換個Monster吧 換Monster 但是我又覺得Monster這個歌好像很好摳 所以想在那個線下跳 我第二首選的什麼 這首我就要說到我的第二首了 第二首我絞盡腦汁想大半年了 也沒有了就想了那麼兩天半 我就想不出來我到底應該跳一首什麼歌 因為我在甜歌裡面選 我確實選不出來任何甜歌了 我就選了春日 真的我選了春日 然後那一天25號 他是說25號報那個歌單名字截止嗎 25號那天我不是在看第二場的solo嗎 Coco前面跳了春日 我哎呀 這一下想法 不又想到一起去了嗎 然後我就覺得 算了 那我就換一個吧 然後我就在25號快結束前 我給姐姐發了信息 我說姐姐我要改成冬日 然後 然後我就改成了冬日 改成冬日之後 然後 然後那個 因為我想著 其實最開始也就沒有想著進第二輪 大家知道吧 就是現在大家就明知說了 最開始 其實不知道 就是抽完這個組別之後 我就沒有想著進第二輪了 完全就沒有 跳春夏秋冬孫 確實 就我是跳完這個 抽到第五場之後 我就完全沒有想著進第二輪這件事情了 所以第二首歌就是那麼選 就像我拍檔 你們知道嗎 拍檔抽完前面的時候就覺得 說不定呢 這個第二呢就是大家就是拍檔的 但是單身賽到抽完籤之後 我當時跟武伯漢對視一言 我說咱們就是說一個舞台搞好吧 結果今年一共一共只抽了兩次錢 好嗎 第二次我是幾號抽到24號 24號抽完籤 抽到第五場之後我覺得 真不錯 這個組別至少沒有去第一場 對吧我覺得這個組別真不錯 然後後面前輩們抽完之後說 哎呀好嗎 咱們就準備第一場就好了 今天總選對會好好想 然後再給大家說目標 幾乎是最卷的 是啊 以後別抽了 讓應援會抽吧 今天確實 但我還好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沒有想著要 所以我就是說過得很快樂 我今天表演完完舞台之後 我就很快樂 終於結束了 我前面不是連周轉了四天嗎 大家看我昨天的那個雲公演的時候 就已經快昏倒了 對就是我很快樂 全部結束之後我非常的快樂 好了兄弟們再過三分鐘我就下播 我們就是說江湖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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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說下次直播間吧 謝謝魯娜的十個螢光棒 謝謝魯娜 抽籤這方面飯碎好像 真的嗎 你抽籤也不好 謝謝是這樣子回事的五個螢光棒 江湖再見 不對不對這個說的是有一點 那個水果大禮包都不要 水果大禮包你也得到前三你才能大禮包 好 真的嗎 真的嗎 那其實能像前輩都是我的榮幸 畢竟哪個前輩不是美女 哪個前輩不好看 能像這麼多前輩 就說明就是我的榮幸 我可以跟這些美女長得像 誰不快樂 當一個很普通的女孩子被那些 跟一個很 就是大家如果說有什麼地方像的話 我就覺得 簡直就是我的榮幸吧 美女的相似之處就是兩個眼鏡 一個鼻子加一張嘴 我不普通 對我現在擁有了大家 所以我就不普通了 最後兩分鐘我必須硬把它升華起來 連謝謝會顧都沒有 我經常也是這樣的 我連安慰獎都中不到 這幾天有多喝水嗎 有啊 我每次要去排練都會去底下 坑農夫山泉上來 就是stuff們的 我很壞吧 對我是個壞人 我還有鼻涕 對我還有鼻涕 因為我有點感冒 那些嗓子很痛 我還有元寶 元寶都比我火了 林周端格局發言 充分補水 對的 但是我等一下就要去吃餅了 喝溫水不要喝涼的 好的 小魚每天都會燒水 好多朋友來誇誇我 那是不是有一種 你覺得非常的自豪 林家有進步 非常好 我就是希望大家喜歡我以後 都能感受到這種驕傲的感覺 這就是我一直依賴所奉 不對所信仰和供奉的東西 什麼東西我就說什麼 我瘋了 但是我今天真的開心 對今天舞台表演完 就是我真的很開心 然後大家就是看完之後 大家的反應也都覺得挺好的 然後我就更開心 是真的 然後我就真的很開心 我是真的很開心今天 所以我今天有一點興奮 興奮 好了 還有一分鐘我就要下播了 最後一分鐘了 林家宜就是要去下播吃餅了 雖然今天的solo餅呢我沒有 我只吃了淺淺嘗到一口 但是呢下去我就要去吃我的手抓餅了 再見寶貝們 謝謝魯娜的52個巧克力 謝謝你 謝謝畫的餅 對確實你也愛吃餅 謝謝畫的餅 我愛吃我大吃特吃的生日禮物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我要離開啦 我這兩天就是反正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我會清新翻牌 清完翻牌然後下去就要做後面的事情了 比如說可能我要開始直播唱歌了 對因為金曲欠的有幾個獎勵 然後我可能會把它先捏個掉 然後我先要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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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了朋友們 再見 再見了朋友們 早一點睡覺 早一點休息 謝謝小脾氣的螢幕棒 我走了 我去吃餅了 拜拜 晚安 吧